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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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放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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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快起来 赵 好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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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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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 快 快 太棒了 太棒了 把这儿亮出来 懂吗 我喜欢 顾西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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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事如意 越来越年轻 综合延年 胡闹 这里面到底哪一位 是你的女朋友啊 奶奶 您看哪位好看 她就是我的女朋友 来人 把这些烂七八糟 不知所谓的人 都给我请出去 等等 老夫人息怒 这还有您动手吗 姑娘们 到我家去 我们继续快乐 奶奶 我请她们来 都是来给您过生日的 我可销售不起 都是些什么人哪 一看就是缺少家教 没有素质的人 我们顾家 虽说不讲家事 可是也不能 在这些人里头 选女朋友啊 我是坚决不答应的啊 奶奶 我没说让她们 做我的女朋友 我只不过叫她们 过来玩玩 玩玩 你老大不小的了 是该给你娶个媳妇了 老方 这是全国各大高校的 小花名单 无论是智商还是外表 都是很不错的 更重要的是 她们一个个的素质都非常高 你要是有孝心哪 就在这里面 给我选一个孙媳妇 就当是你送给奶奶的受礼了 奶奶 这样不好吗 怎么不好啊 你选不选啊 好 选 这个南宫流离 长得还不错 就她了 就一个呀 你再选一个 做个备选 这个贺锦西长得也还可以 就她俩吧 贺锦西南宫流离 老方啊 你派人去通知一下这两个姑娘 让她们立刻到我们顾家来一趟 是 这么快 好 你就是顾家管家说的贺锦西吧 真是百万不如一见 你看起来 不怎么样啊 现在我倒是放心了 南宫流离是吧 外表并不代表一切 凶大无脑的花瓶 顾大少爷身边应该不会缺吧 要略凶呢 我是比你大了一些 不过论智商 我也不一定比你差哦 只要顾大少不瞎 我相信你一定没机会的 这么自信啊 希望你能做到最后 那我们拭目以待了 这三个 两位小姐 请跟我进来吧 习程啊 你在这两位姑娘里面 选一个做你的妻子 奶奶 您这是给我出难题呀 一个美艳 一个清丽 我还真是不好选哪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他们各方面的条件都很好 你选吧 奶奶的眼光我放心 您选的人一定是最优秀的 我倒有个想法 方叔 咱们家泰娜还没吃饭吧 你在这两位小姐面前 各放一盘泰娜最爱吃的食物 泰娜吃谁面前的食物 我就选谁 你这孩子 你又胡闹什么呢你 奶奶你就别管了 反正不管怎么样 我给你选一个出来就是了 方叔 快去呀 是 我给你吃饭吧 我给你开玩吧 我给你吃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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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吃饭吧 我给你吃饭吧 在这一位的菜式上 这是最终的 最终的 这是最终的 最终的 这是最终的 最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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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以 不 吃 你 都 不 没有 有 只是 他 得 冒 尽 在 不 有 你 泰娜 泰娜 看来我们家的泰娜 不喜欢这位小姐 那么我就选她吧 奶奶 我的任务完成了 我上楼了 你这孩子 你真调皮 老师小姐 慢走 没想到顾西成竟然用这么可笑的方式来选择 是挺可笑的 不过你也不要得意太久 还不是因为好运 说到底还是我成全了呢 运气有的时候也是实力的一种 就算自己什么都好运气差 恐怕也成不了大事吧 那好啊 那我倒是要看看你的好运能好到什么时候 顾西成身边美女如云 就凭你的姿色 就算当了总裁夫人 你的位置也坐不稳吧 这些是我的事 用不着你替我操心 好啊 那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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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程啊 奶奶 奶奶知道 你对我有些不满 你是不是觉得奶奶 在逼你结婚呢 奶奶 没有 我没有要怪您的意思 因为 我们之间根本就不认识 突然一下要生活在一起 还要睡在一起 我怕我适应不了这样的生活 人这辈子啊 总是要找个班的 我年纪大了 说不定什么时候啊 就去找你爸爸他们去了 所以趁我还在 就想跟你找一个 称心如意的媳妇陪着你 人和人之间啊 那都是相处出来的 知道吗 奶奶现在唯一的心愿啊 就是能早一点看到你的孩子 那样 我也就没有什么好牵挂的 奶奶 我答应你 结婚 那我倒是要看看你的好运 能好到什么时候 姑息诚身边美女如云 就凭你的姿色 就算当了总裁夫人 你的位置也坐不稳吧 你的脸型很好 不需要动刀 医生 我并不想开刀 我的意思是 你有没有其他办法 能让我的下巴更尖一点 脸上轮廓更好看一点呢 你如果一定要做调整的话 脸部嘛 打一些受脸针和轮廓针 下巴 我可以给你注射一些药物 起到填充的作用 好 那我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做呢 我想快点 因为我马上就要结婚了 好 我现在就给你安排出事了 让你做一个完美的信仰 好 你说什么 你要结婚 对啊 请柬不是给你们家送过去了吗 你脑子进水了吧 说结婚就结婚呢 我奶奶年纪大了 想抱曾孙子 那真爱呢 不找了 真爱继续找 婚呢 该结结 结婚呢 该怎么玩怎么玩 没那么简单 结婚了 宝贝 结婚呢 就是安抚我奶奶的心 我奶奶开心了 那就好了 至于以后的事 以后再说喽 好 作为兄弟 我配合你 过两天 我也结个婚婚婚啊 够意思 有个强烈的程度 你感觉在这一时 这直播安抚 像是老婆子 我心不在地 我心不在地 除能寂寞 李童岁 可能你自身 对诸射的药物 十分地敏感 再加上 你的免疫力低下 以至于引起过敏的反应 就是说我被你们毁容 是不是 我马上就要结婚了 知不知道我嫁的是谁 你赔得起吗 何小姐 发生这样的事情啊 我们谁都不愿意看到 这种药物在 其他人身上诸射的时候 从来没有发生过 这样的反应 这次的事情啊 是个意外 不要跟我谈什么意外 你现在就告诉我 我该怎么办 何小姐 你别着急啊 现在我们医院 无法对您的脸部 过疑的情况进行处理 但是我们省外的总部 可以处理这种情况 这样我们会负责 手术的全部费用 不要再说了 你就告诉我 我的脸到底能不能恢复 能 能 或许比以前更好一些 每天才能够清理 好 请出阵事 谢谢啊 그�inxie 你来啦 快去跟屏幕买好的 放心吧 太好了 谢谢 也行 廉总 站好 去加班 来 廉西 接通完了 谢谢 有允许 出 喂 廉西 喂 廉西 好 谢谢 谢谢 太谢谢了 快点 杨夕 你又来看哪里了 对啊 杨夕 吃饭已经放好了 这是杨夕早的 我来就好啊 谢谢 爸 你睡醒了没有 全小姐给你做的是什么套 猪肚套 高高兴啊 妈妈 你是大懒虫啊 嗯 妈妈 今天打工的那家店 老板给我涨的工资 觉得我表现特别地好 以后呢 我就有更多的钱 给你买好吃的了 喂 贺锦西 小姐 就算了 你会是个人 我今天找你出来 不是听你说这些的 颜希 我这次找你出来 是想让你帮我一个忙 你想让我帮你什么忙 我去找你 西程 你正要去找你那些 狐朋狗友玩啊 奶奶 瞧您说的 司徒他们可不是狐朋狗友 他们可是我从小 一起玩到大的哥们 哥们 你马上就要结婚了 你整天孩子们外面乱跑 你自己婚礼你不管了 奶奶 这婚礼不是有你和方叔他们吧 哪还用得着我呀 怎么用不着你呀 不管怎么说 这是你自己的事 奶奶 咱们可是说好了的 只要我答应结婚 我出人 其他所有乱七八糟的事情 都交给你们 我什么时候这样跟他说 你可不能反悔啊 你这孩子 奶奶 我快来不及了 我得走了 拜 拜拜 西程 你看这孩子 永远找不到 少夫人 成家立业 等少爷结了婚 有少夫人管着 就会好起来 但愿如此吧 不行 我绝对不愿意听你骗人的 为什么 我可是你亲姐姐 就这么点小事 你都不愿意帮我 你还知道你是我亲姐啊 我们两个人分开了这么多年 我没有想到见面的第一件事 你就是让我去替你骗人 你现在脸不好 你跟别人说清楚就可以了 婚礼可以改天再举行啊 那你为什么 非要用骗人的这种方式 解决问题呢 你懂什么 你知道我要嫁的人是谁吗 那是神龙集团的顾西程 我运气好被顾老夫人选上了 要是因为这件事退出婚礼 婚事也许就会黄了 这个忙我帮不了你 我要照顾妈妈呢 苏妍欣 你不是一直都想妈妈醒过来吗 如果你答应帮我这个忙 我就把妈妈带走 就给她治病 我有个朋友告诉我 现在有种新型的治疗方法 能够唤醒植物人 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当然了 不相信的话你可以回去查一查 我知道了 来吧 人在调目标啊 谁能不外刀啊 两刀赶死你呀 两刀赶死你呀 你 许那把玩意 来来来 请请 听我说 人家长得很漂亮 这么主动投怀送报 拒绝人家不合适吧 就是啊 你等你结了婚以后 就没这种好事儿的 你能不能不说结婚的事儿啊 我跟你说啊 那个姑娘 一看就是有目的的心机表 想套住我 对不对啊 对对对 就是想套路你 我的天哪 人家在天真没有看出来 全是套路啊 全是套路 敬套路一杯 来来来 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